可能因為這次入圍 然後曝光的距離稍微高一些 我覺得也想要趁機就是 接著機會可以再讓大家看到這個作品 我覺得這個是對 我們目擊控團隊 不管是做工或是甚至事實 最好的回報 我所遇到的 不管是在哪一個類型 哪一個平台 的每一個目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我眼睛所看到的 都是他們都拼了命在做 然後非常非常的努力 我想要把這個獎獻給他們 然後 再次謝謝大家對我的肯定 我會繼續加油 謝謝 自己得獎 把功了權貴公寓周遭的人 謝謝市民在第五十六屆金融獎上 以現任市市玉樹角色拿下試地 同時以做工的人 躲在明年劇集電視點 難配交獎 不論是得知入圍或是拿獎後 市民都維持一貫態度 感謝這身旁所有人的幫忙與成就 我真的是要謝謝 我身旁的演員 迷迷啊 有你青年的老婆 有名無實的老婆 龐哥 嘉莉姐 宇萱 我是真的覺得玉樹是他們幫忙創造出來的 你說玉樹那種很縮的樣子 唉 拜託你站上去你看到龐哥那個 嘻嘻叫然後拍東西什麼 你自然就縮了好不好 然後在那邊發酒瘋幹嘛幹嘛的 然後 對其實都是他們 我根本就不需要做很多啊 他在那邊嘻嘻嘻叫 然後跟媽媽吵架 然後媽媽要怎樣怎樣怎樣 你就覺得很難過了啊 然後在那邊兇媽媽 根本就不用多做什麼 我啦我自己覺得 那個是環環相扣 我對我來說玉樹的成立是因為他身旁的人幫了他 全部都幫了他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反而沒吃什麼 沒出什麼禮物 我很幸運 因為我自己打電動啊 我不然打不打電動 就是我們在給觀眾跟消費者看戲那觀音體驗的時候 我們給他的是一個宇宙觀啊 跟一個這套故事的建立在什麼宇宙什麼樣時代什麼樣 然後裡面人物是什麼 然後拿給整個package這樣拿給你 不是單賣一個角色給你 對 然後當然你陷入這個宇宙之後 你就會開始帶情緒 然後你也會 人家說的所謂想要追 然後有那個覺得好看 或是跟著裡面的 你可能更有共感的人物 情緒會起伏 這種等等的才會發生 那這個東西不是一個角色就可以做到的 這是要需要第一很多角色 很多人 然後很多目前後的團隊 才有辦法用這個說服你 包含美術道具布景 然後燈光攝影 對 你只要有一個拉扯好了 或是什麼 現在的觀眾這麼厲害 講現實一點我覺得 可能因為這次入圍 然後破關的就要稍微高一些 我覺得也想要趁機就是 借這機會可以再讓大家看到這個作品 我覺得這個是對 我們目前後的團隊 不管是做工或是甚至是最好的回報 因為我覺得可能有些人只看一次 或是什麼有點可疑 然後有些人是 可能連知道都不知道 可是可能因為他可以透過這次入圍 就想說誰啊 就是你的誰啊 那故事是什麼 真是是什麼鬼東西啊 然後一看 欸 說不定你會喜歡 我覺得這個是我希望的 跟我 會覺得開心的 很多來社區我的人 我都很感謝 就是第一他們 從他們文字我發現 他們是真的有看到作品 真的有看作品 茫茫大海裡面 你願意花你的時間停下來看 我都已經覺得很感謝 再來就是你也要花那麼多時間 在那邊打字打給我 這個實在對我來說很難得 很像你多一顆石頭 然後連懂一聲都沒有 現在很多時候是這樣 可是有懂的那一聲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這是一種很私密的交流 我覺得 不管你在電腦前 你自己一個人 或是跟幾個朋友在電視線 我自己在電腦前比較多 如果有看劇的話 你知道你戴耳機 然後打到電腦看劇這樣 然後有時候你看到 就是你真的像自己一個人 在房間淚流滿面 然後或者是自己在房間 然後今天就是 我覺得那個今天都很特別 那就是我覺得最珍貴的 我覺得對於一個做戲的團隊來說 我可以帶給你那樣子的感覺 然後也會讓我覺得 哇天啊好幸運喔 就是 哇你有看這個作品 然後你也喜歡這個作品 不管是角色或是故事 讓你是有感覺的 因為 對 很多妹感覺很多嘛 還是會繼續跟團隊 跟所有愛做戲的人 為了愛看戲的人服務 對 繼續做好